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2024年2月份的星座运势 在这里呢 我也要跟大家拜一个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龙年行大运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 分享 而且呢 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2月份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 我觉得呢 它是一个颠覆 翻转 解放的月份 所以很多事情呢 可能会在这个月份呢 怎么样 结束 也可能呢 会在这个月有一个新的开始 即便你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 或多或少啊 在心里面都会想要有一点不一样 想要做一些突破 想要做一些改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2月的星座的状况 那么我认为呢 我们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哦 一个呢 是2月10日之前 第二个呢 是2月10日到19日之前 再来是2月19日之后 那么2月10日之前呢 基本上呢 整个星座呢 都处于一种除旧不新的状况 所以呢 不管你要不要过年啊 都非常非常适合怎么样 检讨 改进 整理 还有呢 也许你要大扫除 或是修整一些东西 准备一些年菜 或者是你要准备新的计划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比较放轻松的时候 那么2月10日这一个水平座星月呢 哎 非常重要啊 因为这个星月的力量呢 有两股特色出现 第一个呢 叫做突破跟变革 而且这个变化是很闪电的 所以有可能很多人会在这个新年 或是新年之后怎么样 要离家 留学 游学 出差 外派 或是怎么样 有移民 搬家的可能 甚至呢 有一些人是怎么样 要准备到新公司上班了 那种跟以往有一个切割的现象 另外呢 有一股力量呢 叫做什么样呢 告别 好 比方说你可能要跟 某些不适合的人事物说再见 分手 那也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不得不排除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有些人可能身体的状况 终于要在这个时候治疗了 所以你就必须要去排除以前 可能没有时间管的不好的事情 那么2月10日到2月19日的中间 有一段时间非常值得注意 就是2月13日到2月17日 因为呢 13日的时候呢 火星会进入水瓶座 17日呢 金星会进入水瓶座 这两颗星啊 都跟我们的人际关系 爱情 情 欲 欲望的欲 很有这个很大的关联 所以呢 这段时间里面呢 又刚好夹了一个什么 2月14的情人节 那么金星跟火星都会相继跟 明王星啊合相 所以我可以认定这一个2月13到17日的时间是一段轰轰烈烈的感情季节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爱得死去活篮 然后缠绵翡测 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会有爱生恨 或者是说竞争很激烈 所以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很精彩 很drama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当然如果你自己呢 正在一个很目标导向的阶段 我就是要去完成什么事情 不管是合作 还是你想要告白 有可能这段时间 就会是一个你决定 下定决心 而且付出行动的时刻 那么这段时间呢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固定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在金牛狮子天蝎跟水瓶座朋友 那你可能特别多的什么变化纠结 当然我觉得这段时间里面 你一定会有重大的决定 而且跟以往有不一样的 有一种除旧不新的 排除跟以前这种不适合的 或者旧的事情是特别强烈的 再来呢2月19日开始 太阳进入了双鱼座 水星呢也会在23日进入双鱼座 那么更重要的是啊 2月24日的这个满月啊 它呢开启了一个土星的力量 非常强大的土星的力量 所以它也会带来另外一股 比方说会有比较多的责任压力 考验辛苦的情形 或是有些事情你得要取舍要牺牲 或是遇到一些挫折 特别是你是上升或太阳 在这个双子处女射手双鱼的朋友 在2月24日到29日的这段时间里面 有可能你特别的痛苦 特别的烦恼 就是有一些辛苦的状况 但是我要告诉你 痛苦往往也是拯救你生命的一个方法 好像我们这个手啊 因为有痛觉嘛 遇到火 你才会缩回来保护自己 你的痛苦是来自于 你可能发现你要改变自己了 你可能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 或是以前你逃避的事情 你现在不能逃避了 所以你才会有这个痛苦 所以当然我们会看到 19日到29日之间 特别是24日到29日 这段时间问题状况很多 沟通交通的麻烦也很多 但是记得它是一个提醒 它是来保护我们的提醒 所以在这个时候遇到困难 你要解决它 你要面对它 那么我相信你就会更顺利了 再来呢 我们看一下个别星座的运势 这个月呢 我们来要分四个类型来讲 第一个是财运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载 白羊 巨蟹 天秤 以及摩羯座的朋友 这个月你的财运是不错的 那财运呢 可能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呢 就是你的确有赚钱的机会 也许是年终奖金咯 那也可能是一些新的商机会出现 你们可以好好把握 第二个呢 就是有可能呢 你在这个过年期间啊 这小赌一下啊 或者是有不错的手气 那第三个呢 它是涉及到你们理财的方式 有可能你们会在这个月份里面 做出新的投资 或是有些金钱的周转 为了是要 也许要还债啊 或是改变你的财务状况 这些方向呢 我觉得可以供这个 上升或太阳带 基本星座朋友参考一下 再来呢 第二件事就是感情的运势了 那么感情的运势呢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在2月17日之前呢 这个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带 金牛处女摩羯 还有巨蟹做朋友 你的感情运势 是比其他朋友顺的哦 是不是听到 这段时间有包含了情人节 所以有可能呢 你这段时间里 很容易恋爱 结婚 生子 或是有一些好的消息 要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挺不错的 2月17号开始啊 改换另外一个族群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带 双子天秤 水瓶 以及狮子做朋友 你的运势开始旺了 而且呢 你们的感情机会里 有一种 全新的现象 比方说 遇到了新的对象 很心动 或是发展新的恋情 也可能你要跟某人分手 展开新的生活 也可能要跟某人 进入新的阶段 从朋友变情人 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第三个类型呢 就是事业运势了 那么我会给上升或太阳带 金牛 狮子 以及水瓶的朋友 记得哦 运势都是比较急 这三个星座呢 在这个月份 事业特别容易有发展 或变化 那么上升或太阳带 金牛 跟狮子的朋友是 你很容易得到新的 更大的舞台 而且你们的 这个在社会的地位 或是影响力 是往上成长的 比方说 你被升官了 你加薪了 你可能拿到更大的权力 即便 你只是 从A部门 掉到B部门 但是也可能B部门 在公司里面的业绩 比较好 然后这个重要性 比较强 也可能呢 你就是被老板 你们样 这个看重 去做一个任务 也可能你有被挖角 换公司 这个可能性 那么上升或太阳在水瓶座呢 你是比较偏向一种水瓶的移动 也不能说水瓶的移动 就是说你可能换新环境 比方说你可能被外派 或是这个月你要出差去拜访重要的客户 也可能你是要搬家 搬办公室 然后呢 你的新的环境 让你可以用一个新的态度跟角色去面对 你没有以前的包袱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留学游学 或是去转换一些事情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哦 那最后呢 我们来聊到就是旅行的运势 毕竟呢 这个月是这个农历新年嘛 那大家容易拜访的机会多 那旅行的运势里面这四个族群呢 特别容易因为这个牵动跑来跑去 而有一些新的转机 分别是上升或太阳在双子 天蝎 射手 以及双鱼座朋友 那么上升或太阳在这个双子 或者是射手的朋友 在公跟私的领域里面呢 都能够因为旅行的事情 出差的事情而旺 比方说呢 你的工作本身要跑来跑去 你是这个导游啊 旅行业啊 司机啊 机师啊 等等 很旺 或是你从事教育媒体的也会很旺 那你私下的旅行 我觉得也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先新收获 总之你们就是要跟不同的人 不同国家人交流 你会发现到有一些事情 可能是你今年的一个转机 那么对于上升或太阳在 天蝎座的朋友 这一月呢 你有搬家或是换环境 以及跟家人去旅行的这个现象 也就是你都会跟家跟情人 跟重要的人产生一个连结 然后去做环境的转换 或者因为这些重要的人 而有环境的转换 比方说陪情人出差 陪小孩去游学这种的状况 但是也会透过这个准备的过程 给予你自己很大的成长 最后一个是上升或太阳在双鱼座的朋友 基本上这个族群在这个月是非常适合休息的 放空放松做你想做的事 因为年节你不放松啊 年后你就忙了 但是呢 你的旅行出差都会跟工作责任有关 比方说你要陪老板出差 你要拜访重要客户 你去旅行完回来要写报告 要写报道 这种都是有责任的 可是呢 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有加分的哦 也许你会做出不错的成果或作品出来 反而帮自己呢 带来了新年的新的好运 以上呢 就是我们二月运势的分享 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把握重点赢在起跑点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